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介绍Toyota Sohara这款车 好的,在我们此前的节目已经跟各位介绍过Toyota Sohara的第一代跟第二代 那么如果你听到Sohara这个名词还是觉得挺陌生的话 那容我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 Toyota Sohara这款车子是在日本国内专属的名称 在外销的版本从第三代开始它以Lexus SC300 SC400的名义外销 并且第四代就是所谓的SC430 总共做了四个世代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第一代第二代底盘代号是Z10 Z20 我们今天主角就是所谓的Z30 但是在讲到第三代Sohara的故事之前 还是要跟各位复习一下所谓的Z10跟Z20 第一代的Sohara诞生的背景是在Toyota完成了恐怖的昭和53年 规制之后的1976年开始进行开发的 当时他们希望来搞一台当年2000GT一样神奇的旗舰跑车 那么要有Toyota各种性能还有各种的科技 极大成在这台车上面 果然Toyota开发团队也顺利在1981年发表了第一代的Sohara 把当时Toyota所有的科技 所有的引擎动力 最高级的东西全部都丢上去了 而且Sohara跟它竞争对手不一样 它的竞争对手Leo Part虽然比Sohara更早出来 但是Sohara全车系都是六缸 甚至到了最后一代 只有八缸的引擎可以选择了 是一台不折不扣的高级跑车 那么到了第二代基本上沿袭了第一代的精髓 并且继续发展光大 比方说科技的配备更多 多了很多当时全世界首创的鬼东西 那么还有就是在引擎方面 动力科技放大 甚至把3.0跟2.0都加了 对不起 3.0加了涡轮增压 2.0从单涡轮变成双涡轮增压了 那一路这样子玩下去 销量也是非常的精彩 因为那个时候泡沫经济逐渐来到了巅峰 第三代的索奥拉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开发 当然了 这个不只是承袭第一代第二代 更重要的是 从第三代开始 索奥拉这款车子开始进行了外销 这个要跟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都知道 Lexus当初有个所谓的F1计划 可是F1计划它的名声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对不起不是名声很大 Lexus LS400的名声很大 大到让人家以为 F1计划就是为了LS400而来的 其实在F1计划里面 也有另外一款双门的跑车 这一款就是第三代的索奥拉 所以第三代索奥拉 它的设计发展得很早 因为F1计划是1983年出来的 也就是说 很早以前 Toyota就知道我们有一款双门的跑车 要做外销 那这一款跑车呢 除了索奥拉 这个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呢 这个很早以前呢 这个索奥拉的这个外销的开发的概念 就已经萌芽了 那么其实呢 在外形上面来讲呢 这台车子它早在第二代索奥拉上市之前呢 这个加州的凯奥拉设计师就已经开始在弄它的外形了 所以这款车很有趣哦 它是加州设计师先开发的外形 那Toyota才中途加入的啦 那么这个Toyota这边呢 是1987年的秋天才开始开发 当时呢 第二代索奥拉刚上市没有很久了 那么当然了 在Toyota这边的观点是说呢 第三代要继承这个第二代的这个高性能传统下去开发 但是因为外销的关系呢 所以它多了4.0的这个超大排气量的引擎 那么Toyota它开发这台跑车的这个要素呢 它认为身为一台GT跑车呢 它必须具备三个东西 Style Performance 还有车舱的快适性啦 Kidexy 那这个当然翻起来有点抽象 就基本上就是车子里面坐起来要舒服啦 那另外一个是说 因为这一代呢 它是做外销为主啦 那么前一代 前面一代还有前面的第二代呢 都是这个五字头的车身啦 那三字头的是加大啦 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三字头五字头 就在日本呢 它长期以来有所谓的中小型车 还有小型车的这两个绘制啦 也就是说车长不超过4米7 车宽不超过1米7 车高不超过2米 排气量不超过2000cc呢 它的税金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呢 这个很久以来呢 日本基本上的车子都是用五字头 就是这种小型车的这种车身 那么这个做比较高级的版本 比方说它的引擎超过2000cc的话呢 那它会加一个这个更大的保险杆啊 更宽的这个浪板啊什么的啊 但是它车体里面的空间还是一样的 那么SWARA到第三代了之后呢 它本来一开始啦 有人说它要维持这个小型车的这个车身啊 也就是车长不超过4米7 车关不超过1米7 但是呢 这个Toyota内部人员很快就发现说 我们这个车子要做一个旗舰跑车的形象啊 所以呢 我们就舍弃掉这个五字头车 这就是小型车的这个铃鱼啦 这个限制啊 我们就做一台大型的GT跑车 那这边要跟各位提一下啊 因为当时Toyota在开发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知道 日本政府在80年代最后期呢 宣布这个自动车税制的改正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在80年代最后期开始啊 这个自动车的这个五字头跟三字头的这种车子呢 税金基本上差不多一样了 可是在第三代Sohara开发阶段呢 这个Toyota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而且呢 还有就是海外市场也觉得 哎呀 拜托你不要再去开发这么小的一台车子 我们这样子 这个没有办法在海外市场立足啊 况且呢 当时的F1计划主轴LS400 它也不是车长压在4米7 车关压在1米7的车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今天要搭一台这个LS400的双门车子 你车长车宽弄的那么小 这个才是说不过去了啊 那所以呢 这一代的这个第三代的Sohara呢 它的车宽呢 多了9公分 车长呢 多了18公分啊 轴距多了22公分啊 那么这个车子算是 当时日本国产车当中 最大的双门跑车啊 这个气势是一流啊 甚至呢 它的引擎位置呢 比这个LS400呢 更靠近挡火墙8到10公分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一代的这个第三代的Sohara 它的车头的造型呢 很长啊 比第一代第二代都长很多啊 所以它为了要重心的配置的关系呢 它的引擎更靠近挡火墙 这样子它的这个重心的配置就会更好了啊 那么在当初开发的时候呢 他们就喊出了啊 这个希望的这个美国的SC400呢 越销2000台 那么日本国内呢 这个贩卖的是2500台了 也就是说 一个月全球要卖到4500台 在当时来说啦 这个数字不是很难达到 为什么呢 那时候泡沫经济正好嘛 对不对 泡沫经济正好嘛 那这个有这些基本的要素 这个底定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它外观的设计了 我们刚好跟各位讲过 这台第三代Sohara的外观 也就是第一代Lexus SC的外观呢 是加州设计师先跑了 那么基于这个外销的市场的胃口来讲 其实第三代的外形 跟第一代第二代 真的是四个字叫做毫无关联 各位你去看 第一代它是完全方方正正的 第二代方中代元 第三代呢 完全没有一条直线 你这个板肩上面没有块是平的 所以我们这个车友呢 他在打蜡 打蜡到死掉 这个车子超级难打蜡的 那么他的这个车子 外观非常的圆滑了 所以呢 也就造成了他的车门 还有他的引擎盖 在开启的时候 这个设计的工艺就很麻烦了 因为这个角度不是垂直的 那个线条不是垂直的 所以这角接的结构呢 都算是这个很用心的 再去设计了 然后呢 这个保杆跟叶子板呢 引擎盖的材质是不同的 因为呢 保杆是毕竟比较偏塑胶的嘛 可是呢 这个车子又这么的圆润 所以你要考量到 他的变形的问题 还有他的烤漆的这个色泽 不能有偏差啦 所以呢 当时他的这个保杏杆 采用新的混合材质 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 他解决这个涂装的这个变色 比方说金属的涂装 跟这个塑胶保杆的这个涂装呢 会有这个色差的问题 所以他涂装呢 也是从三层的涂装改成了四层的涂装啦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比较抽象的外形设计啦 他外形设计的标语叫做大人的GT啦 那基本上啦 就是承袭一二代这个样子嘛 但是呢 他现在这一代 除了外销以外呢 他面对不是纯粹所谓的大人 这个大人当然是日文当中的大人啦 而是针对呢 高级个人用车的这个热潮而来啦 也就是说呢 第三代必须这个野心呢 比第二代更加的大 而且呢 当时啊 还有很多这个进口车跑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泡沫景气的关系嘛 所以呢 你要如何说服客人不要去买双B 不要去买这些进口车 来回来买我们的国产车呢 所以他的外形的风格呢 必须批变 那当然啦 这个说归说啦 有人说不对啊 那你第二代在日本国内卖的很好啊 那你第三代就承袭第二代的外观啊 但是呢 这个很快这个观念就被打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第二代的造型 当时已经被比较后面推出来 这个Mark II 比较新世代的Mark II所成绩了 也就是说啦 如果你这个一台Mark II 这个定位比较低的车子 都已经长得像第二代的手拉啦 你第三代手拉还长得那副德行的话 大家会说 你这个车子没有什么新意嘛 所以呢 这个外形这部分呢 就希望说全新设计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第三代手拉的外形呢 最早是在这个加州这边开始进行了 所以呢 这个加州这边呢 它根本不管你第一代第二代长什么样啦 我就自己新开发啦 然后呢 这个等到Toyota这个总公司这边 晚了一年半才加入这外形的设计发现 其实加州设计是Celtie这边设计出来的外形 其实是不错啦 尤其它的非常修长的车头的设计呢 还有这个圆润造型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 所以呢 Toyota的设计师呢 他并没有积极提出一个对抗的一个稿件出来 反而是协助这个Celtie去 这个设计的更加的美好了 其实在Toyota的汽车设计史来讲 这可能是头一招啦 就是Toyota总公司呢 跟Celtie呢 没有直接竞争啊 而且反而是Toyota协助Celtie去完成这个设计稿的 那么这个 我们在看到Toyota手拉第三代 就是第一代的Lexus SC的外形呢 车头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采用不规则的双头灯啦 就是四个头灯这样子喔 那这个设计呢 最早啦喔 这个Celtie的提案呢 这个设计是比较保守的啦 那么这个 后来Toyota的内部呢 就帮忙他们去设计出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胆的一个造型啦 那么这个 一开始还引发了不小的议论啦 因为Toyota在此之前 没有这么大胆的造型设计喔 那么至于为什么中间那个灯 要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呢 是因为当时Toyota决定要把鱼眼头灯 就是这个投射式的这个头灯呢 把它倒进去 那这样子呢 你要平衡一个视觉 所以干脆呢 在里面又设计这个两个小小的 这个有点歪一点的 这个椭圆形的 这个辅助的灯光啦 就是所谓的远光灯啦 放在那边 那做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平衡 那么车尾的这个设计呢 因为车头的设计完成的比较早 所以车尾的设计 当然就是要呼应这个车头嘛 那么这个变得就有点棘手啦 因为车头做的很锐利啦 那车尾要怎么做的锐利呢 所以后来做了一个平衡点就是 那我车尾的线条 跟车侧的线条做一个呼应 做一个水滴啊 这个等于扁平化的一个水滴的一个概念啊 那至于它的侧面呢 侧面算是这个第三代手套啦 跟前面两代 比较有一点血缘呼应的地方啦 就是它的前车窗跟后车窗 维持6比4的比例啊 但是呢 它把这个前车窗跟后车窗 中间的这个B柱呢 把它熏黑 让你感觉起来这个前后的车窗 好像是连成一气的啊 看起来更像一个水滴 一个圆润的造型啊 那至于内装方面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外观呢 主要是Celtie来负责啊 那么这个Toyota来协助完成 那么内装这部分呢 就是Toyota自己这个单缸设计了啊 那么第三代的内装设计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1989年啊 LS400上市之后呢 重新定义了Toyota的最高级车啊 也就是说呢 大家看到LS400内装 哎呀 这就是高级车 所以呢 第三代的Sawara 要怎么样在这种前提之下 去做一个突破 你如果说这个LS400内装造操 大家会觉得这个了无心意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要做一台这个高级化的 双门的跑车 哎呀 所以这个为了设计这个内装了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 它的内装呢 采用的是石木 而且是一种北美产的风木 半消光 就是为了塑造出它的高级质感啊 那最初的设计的时候是有考虑到说 这个纸针的这部分呢 延伸到中后台的中央的部分了 后来呢 觉得这样可能太前后还是改的比较传统 在纸针这边呢 有个东西可以大家值得一提了 是说 它的这个日归的版本 就是第三代的Sawara呢 走了是数位仪表 这个易经的数位仪表 但是呢 外销版走了还是传统的纸针了 这个当然有人就说 哎呀 这个日本人自己又案干好料了 讲这样子 我觉得某程度勉强算成立了 但是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Tolta官方是有提出这样的 一个说法是 因为Sawara第一代跟第二代 它都是走数位易经仪表了 所以消费者已经很习惯 Sawara就是该长这个样子 可是你看外销的呢 这个LS400 就第一代的这个Celusio 它的仪表呢 还是传统的指针的方式 你如果忽然搞了一个SC 做一个数位的仪表呢 这个消费者可能会觉得 这个不大适应了 那么当然了 我们在玩车的人也知道 这个数位仪表看起来就 非常的漂亮嘛 非常的漂亮嘛 但是呢 我必须跟各位讲 如果你有朝一日 你弄到一台SC呢 你最好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日规的仪表 跟这个海外规格的仪表 你不能直上 你要修很多东西 而且我们有不少车友呢 修来修去呢 还是有些小bug 还是一些小问题 这工程非常的浩大 那么这个车子呢 这个内部的部分呢 还有就是它后座也值得一提 就是说 因为这个车子 我们说它车场大幅的拉长嘛 所以它后座空间真的很大 这个车子我坐过它后座 其实坐后座不太会感到压迫 这个舒适度算是蛮不错的 唯独的缺点是什么呢 虽然它空间大 不过因为它后面的尾窗也很斜 所以后座很晒 而且后座吹不太到冷气 所以如果是夏天的日震当中 后面如果你没有贴好隔热纸 那后面真的是晒死了 那么在它的外观方面的车色 也是蛮有学问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一代的Sohara 就第三代的Sohara 它取消了双彩 我们可以看 第一代跟第二代Sohara 它的外观都是双拼的 就是上面一个车色 下面一个车色 第三代基本上都是单一车色 那么这个毕竟 第三代的外形 跟第一代第二代差很多 这么圆润的外形 你要做双色 这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 我们坦白讲 因为双色你必须要 搭配这钢正的线条 会比较搭一些 第二个就是说 在海外市场 对于这种日本车的 双色接受度很有限 所以干脆就不要推出双彩了 那么一开始 它推出了七种颜色 其中深蓝色的素材 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的例子很特别 那么在太阳反光下去的时候 阴影面会是呈现红色的 也算是一个Toyota的 一个新的尝试 甚至Toyota当时来说 这是一个世界首创 那么很好玩的是 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喜欢高级车 是白色的 这个是在皇冠当初 推出双门的版本的时候 所讲的标语叫做 Shiroi Krangu 各位有兴趣 可以找我们之前的节目出来 我们有专门在讲这个事情 那么以前的Sawara 把白色算进去的话 它的色彩的比例 白色就占了九成了 所以第三代把双彩拿掉之后 当然珍珠白还是一个标准的颜色 但是就增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 那么让日本客户去做选择 当然也是面向海外的客户为主轴 因为海外的市场不一定接受白色 不一定接受白色就是高级车 而且这一代很好玩 这一代它外观的镀铬 基本上是没有的 各位你看 车头没有水箱照中网 那么车尾也没什么镀铬件 它基本上的镀铬只有在侧面的窗框 而且2.5GT跟3.0GT这两个版本 侧窗框还没有镀铬 也就是说这个车整台车都是宿舍的 这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第三代Sawara 它的外形跟内装设计的一些故事 尤其我们要再次强调 这算是Toyota有史以来第一次 Toyota本社 帮忙海外的南加州设计中心 去完成的一个Toyota量产车的设计案 相当的不简单 那么这台车究竟后来在发表了之后 还有它的引擎规格动力系统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留在下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